好,大報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當年我九歲十歲,我就沒什麼看 改編成大眾馬的《幾道山恩仇記》 有些人亦當《幾道山恩仇記》 我們小時候看過那些書 那時候純粹是一本小說,《大冒險》 現在回想一下,你看看歌詞 由冤獄出來復仇,變成富豪 然後逐個報仇,你害我,就家破人亡 但慢慢就牽連了無辜的人 在報仇過程中,最後大仇得報 那又怎樣呢? 這本書,我真是很小看 現在我突然偶爾,因為我其實沒有刻意 因為最近我聽過《小秋》 老實說,我聽過《小秋》 都是聽什麼《火小玄眉苑》 有什麼《從不放棄》 《笑漢風雲》 《二天同龍記》 但因為我聽過,他就會彈一些歌出來 我突然說,大報復 我也不知道大報復的首歌是怎樣唱 因為大報復在那時候的《蜂蜜劇場》來說 都是一套沒那麼受歡迎的劇集 好像那時候鄭薩秋 分演很多角色,其實不是很多角色 是因為他要報仇 就是很多個造型 應該是 所以他的首歌是怎樣? 於是按來聽聽,什麼大報復 一聽就好像有些印象 因為就算沒有看也有印象 因為那時候很難Hit 沒有經歷過就很難明白 一個時候沒有娛樂 家家戶戶在那裏播出 就算不看也會聽過這首歌 一看歌詞 其實你弄一下MV 我找AI出一出 這個歌詞就算比我們香港也很適合 大報復 好了,先說這幾宗新聞 印度東北部 我記得喬寶寶說過你在這裏 他說什麼強姦之刀 你哪有啊,誇張 不是啊,又來了 老實說,我先說一些數據 根據印度國家犯罪紀錄局 NCRB的數據顯示 2023年 未有做到這麼快 印度每日報告 強姦的案數量 90宗 即是每個小時 3.75 每個小時 而這個 數字 普遍被認為 是比現實情況低很多 這是報案數字 有很多不報案 為什麼不報案呢 不用說 又怕被報復 受害女性有可能 她自己的總性 社會地位低 又怕被警察 因為很多檔案 我們看到那些警察 因為太多 累積 都不作為 所以有很多是不會去報案的 而因此 警察又不作為 他們就累積大量個案 而最終定罪率又很低 警察 你們知道 升職都靠定罪率 都靠定罪率 所以 可能這一點都令到 印度這個地方 繼續不斷發生 這些事情 其實都不知多少宗 即是觸發全國的大法示威 但都是搞不到的 好了 撇除我剛才所說的原因 有個分析 有些說法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 就是彰顯那些男性 特別是那些總性高 你知道 未必一定是那些最高總性的人 去強姦最低總性的 尤其是我高你一格 你知道窮人 我們經常見到隔離村 捉隔離村的小女孩 四歲就去強姦那些 都有的 那 當地的性犯 性侵入罪率 就算你報警 由2018年至2020年 性侵案的入罪率 都只有兩成七左右 而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 由被告他 被抓到一個 去到法庭 已經是六七年了 在法庭上 因為時間久遠了 只要證人 記憶模糊 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下 其實你都很難入罪 所以縱使 經過2012年的 新德里巴士鄰居案之後 性侵案甚至火力本到死刑也好 都阻嚇不了 好了 這件事是甚麼呢 有一個挺漂亮的 金工 有一個印度31歲的實習女醫生 在醫院裏面的會議室被性侵 然後堆落她 先姦後殺 警方事後拘捕了33歲的警方義工 叫做羅伊 當然 現在引爆大規模罷工潮 超過30萬基層醫生 走上街頭抗議 亦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現在印度的醫療系統 被拖慢了很多 有很多人說 抗議是對的 但你不要影響我們 覺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 是的 現在醫生又鬧了 你不能夠到甚麼 但是那些女生 甚至男醫生 男護士就說 喂 這次他們真的不得不發聲 因為不是一單半單 而是很多 就算在醫院裏面 我自己作為醫生或護士 在醫院裏面工作 竟然是沒有安全感的 因為我要講時間 我又不足夠講 譬如病人會非禮強姦醫生 嗯 嗯 嗯 是時候發生 竟然 是時候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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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生命受到威脅 我怎能夠不抗議呢 好了 8月9日上午 任職在嘉爾郭塔 公立醫院 的實習女醫生 那 因為印度法律 不容許公開 就叫做女醫生 不容許公開我的名字 是 是 就被發現 在會議室裏面 醫院的會議室 三樓的會議室裏面 全身赤裸層屍 他身上有多處傷痕 傷痕 眼睛、嘴巴、腹部、屍柱 都有流血的現象 頭部受過猛烈的襲擊 那 驗屍之後 死者遭到性侵 然後殺死 據說 他前一晚 和同事吃完晚飯 因為要開餐 所以在會議室休息 那相信在會議室就遇襲了 好 第二天 因為老實說 一定有殺閉道 警方就逮捕犯案的 羅伊 他的身份是什麼 他原來 警員是當地警察局的義工 警察局的義工 那是不是警察呢 應該不是 他因為是義工 他就被警察局分派到 這間醫院 警方是來做什麼 來做駐衛警察 即是安全 但是警察 即是警察部 即是引渡制度 要請兼職 而這個兼職可能是無償的 是義工 不夠人 於是就放他過去 這間醫院做駐衛警察 因此 他可以隨意進出醫院的全部部門 又或者是卡卡 拍到任何一個會議室都可以開到 令人憤怒的是 羅伊 第二步之後 不僅坦誠犯案 而且絲毫無悔議 而且 還在記者面前說 你們喜歡的 吊死我一笨 就是這樣 於是 其實 這個態度被播出 反而是最直接 令到當地民眾 真是屌你 想起事可忍術不可忍 於是就越炒越熱 也已經變了30萬醫生 上屆抗議罷工 現在 最初的罷工在街角答道展開 現在是全新得理 甚至乎北方邦的首府 勒克魯和西部旅遊勝地 果雅邦都是罷工 現在他們只不過是說 街頭高舉醫生不死沙包抗議標語 呼籲政府重此醫療暴力事件 特別病人失救後 就經常打疾醫生 除了 其實就是 現在說真的 已經上升到 醫院暴力事件 就是說 病人失救後 家屬打疾醫護 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收貨 你說怎麼收貨 人就抓了我 現在是上升到 有些醫生不死沙包 真奇奇怪的國家 這件事 都是關於強姦的 這世界上沒得談的 唉 真的很淒涼 有相片 但我沒有下載 在這個 我們偉大祖國 他沒有特別交代 但我綜合 我覺得應該是在河南發生的 有個老公 發現他老婆出軌之後 發生悲劇 26歲的老公 得知 他姓毛的 又是26歲 他老婆 咦 好像有點不對勁 他老婆做護士 同一個姓劉的 接觸婚醫生出軌 於是慢慢看到 發現他們兩個人 原來在今年 4月30日 在護家微信之後 開始熱戀 究竟他們本身相識 來眉下眼去 然後加微信 開始熱戀 還是在 附近的人 附近的人 那就不知道了 但他們兩個 服務在同一間醫院 我覺得他們 可能本身都是 眉下眼去的 好了 而且他們博了兩次 現在仍然在熱戀之中 令到這個26歲的姓王 的男人很難傷心 於是 王姓男子 先後就找 他老婆 和這個劉醫生對質 老婆說 他不想去做護士 但是 劉醫生逼我 才和他發生關係 這樣 因為很可愛老婆 似乎 在內地這些情況 也有時候發生 但後來他發覺 咦 原來老婆是致怨的 那他就跟老婆說 那我這麽多年的感情 難道為了救什麼 無論最傷心 好了 他為了挽回婚姻 去接受 他就警告 這個劉姓男子 要退出這段四國關係 因為劉姓男子結束婚 怎知道 否則我去醫院舉報 誰知這位劉醫生 就跟他說 舉報我 OK 這樣 這樣 然後 他還說 你 想你老婆不要讓我搞 那你對老婆好些 是吧 See you too 明天見 那樣 好安全 無視王楠的警告 好了 王楠最後 就奮移 向醫院舉報 7月31日上十八點 王楠去到 老婆工作的醫院 投訴 或者劉醫生和老婆 主理到不論 接著還報警 根據醫院的紀錄 院方調解小組 就開始工作 調解後 黃楠 根據這個醫院紀錄 情緒 較為平穩地離開醫院 調解 你起碼要動救醫生 好了 但是 傷心絕望的黃楠 這是典型的中國人 難以接受現實 在兩天之後 8月2日 自毅身亡 就是調頸 死前留下為輸 多謝老婆 陪她度過人生最美好的歲月 還說 她會永遠愛她 就是這樣愛她老婆 而目前醫院 就發佈了 涉事的護士 毛小姐和劉醫生 已經被停職 事件將會進一步醫規處理 老實說 有沒有什麼規 或者是否遲些會復職 我也不知道 你要不要愛她 那麼痴前 還要是 多謝她老婆 陪她走人生最美好的階段 你老母 說真的 針不刺到肉不知痛 我們都試過失戀 當然是痛苦 那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 要不要 正常來說 是有怒弱姓劉的男人 原來自己才去死 也不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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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就算了 還要自己死 不是 離婚我都不管 我到處慢慢來 帶女婦去 你不是說3P4P 不自己領過嗎 老婆頂得順就頂 你頂得順就一起玩 老婆 頂不順就走 你放國玩 看看誰先離婚 好了 接著我們要賣廣告 賣廣告之前 我們看到五六隻嘉賓來了 嘉賓上來 你是不是帶一些東西給我們 今天嘉賓又帶了一瓶黃色的東西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黃色級別的指行皮診症 你不要說這些 其實我們是沒有人期待 這個黃色級別的指行皮診症 我們是期待黃色級別的偉哥水 即人人水 什麼時候人人水 九月頭 九月頭 八月 我正在追八月尾 現在八月尾 為何會做這麼遲 是否要點我們 不是 因為它要入瓶 要入瓶 材料準備好了 那你把包裝的材料準備好 那可不可以找 你去壓條加碼 膠瓶 倒進來給我們用 不用一定要那個瓶 用那個瓶比較好 你的網友很心急 很快 賣一下關節 但是人人水 我上次問你 你沒有試過用 你說沒有對象沒有成 你公司的人都試用都可以 可以的 OK 我有同事用過 對 你同事怎麼說 持久很多 持久很多 硬度有沒有說 有 又怎麼說 年輕人一定是硬的 OK 再硬一點 即是完事還是硬的 即是連環炮 不用年輕人 阿正試過 本人也試過 連環炮 continually fucking OK 好了 這支是甚麼 黃失版的 只行皮疹症 其實我們皮膚 我們先不要說這一支 皮疹症 就是對一般的蚊叮蟲咬 甚至乎濕疹就是皮疹症 是吧 強橫一點 不肯定 我們用皮疹症 有些症 甚至乎 那個 甚麼 香港腳 香港腳 都可以的 可以的 這支黃失版的皮疹症 是怎樣的 這支是 它是 那些 尋 它所有的皮膚病都可以的 所有這一支 包括皮炎 那些 牛皮疹症 那些全部 銜界裡都可以的 一支已經做完了 做到的 強效版來的 即是變成一支 你如果這樣說的 我們皮疹症 我們不知道多少錢 那麼皮疹症 和皮鮮康 就不用賣了 這個是 強效版的 它是集合了那兩支 做一身 還有勁板 我們就不想買 都買這支 那就視乎自己 那個程度 這支多少錢 這支暫時 聽公司說是 三百多元到四百多元之間 但是皮疹症也是 皮疹症 是三百多元 三百八十元 OK 兩體 如果你說皮疹症 就沒甚麼影響 都是三百多元 皮疹症 一般人 都是 如果你說我真是普通蚊蜂蜢 其實現在平手剩的 都買得很好 這支就很有用 那就沒需要賣到三百多元 它如果有閃的 或者其他香港腳 那些勁的那些 那些勁的那些 那些勁的那些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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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瓶不噴了很久 幾個水 這個視义會大支 好了 講完了 你們回去 準備下一支節目 那帶些甚麼送給大家 強力酸痛靈 強力酸痛靈 又有三支 那大家聽完第五、六節 記得打電話來 今天我就會叫阿正 因為我做完這節 我會回家去收拾你 阿正 你一陣問 我們要繞個絕圈來問 因為我發覺 我們未問問題 這些人已經答定ABC 好 很困難 今天我們直接不用ABC 用一、二、三 總言 再想吧 OK 看看你怎樣送這個 很困難的網友 好了 我們先去廣告 貓沙昂 8月19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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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回來 8月19日 會來到 那些版 和第一首貨 我們會通知各位來拿 貨到的時候 記得 有訂有得吃 因為我不覺得 我們可以買到 去中秋節 因為這次真的很少貨 因為我熬底 是348元 8粒 4粒的黑刺 迷你月餅 它會大過些 大過少少 比起貓山王 那就是258元 好了 昨天講了 卵學幕 還有聲帶 昨天沒有播 今天播了 聲帶 給大家聽聽 究竟卵學幕 有甚麼效果 先聽聽 好 柳先生 你今天上來買甚麼 卵學anchor 逐買 逐買 你吃了多久 我吃了一個幾星期 是 跟著的效果呢 那些關節 真的兩三天 立即看到一下 哇 那些跟我就暫時 還不知道 是 最神奇就是 我頭頂 我前兩天 非法 非法的跟我說 為什麼我 除了地中海 和地中海 有四五條白頭髮 為什麼會沒有了 是 是 是 很明顯是 不知為什麼 頭殼頂 割側白頭髮 黑了 嘩 就 唯有賴它 因為 我沒有吃過特別的東西 是 即是何手烏其他 甚麼都沒有用 我一向都是喝 瑞鈴飲 是 加了十日八日左右 兩項目 是 希望繼續吃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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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鸾鶴膜 是一向有效果 不過我不強調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買了鸾鶴膜 其他東西怎麼買呢 但是主要就是那些皺紋 那些關節 非常有效果 記住五百九十港元一瓶 買到六瓶 每瓶五二九 然後繼續享有我們的優惠 譬如你買九千五元就有九折 五二九再LESS 10 OK 好 再去看看有沒有照片 這一個 今天是第三天 總之我下星期回來之後 這個Promotion就完結了 但其實我們現在只剩下幾支 不過放心明天就會翻貨 這隻微生態的手頭水 公價六百八十八元 現在都是六百八十八元一支 不過你買兩支便送一支 除開便便宜很多 大約是七折 大家要白握機會了 還有沒有照片 關於這些產品 好 回來 那我今天就回了 我們那些清酒浸的產品 明天就會回到那個清酒鮑魚 正你回來 跟他們拿一隻 或者他們解凍 或者拿回家 是不同的 我們外面有個Pomota Candy 他之前和我訂了幾隻 他之前都不便宜 三百元一隻 然後又再訂 他真的很好吃 他一天都吃兩隻 他問為何跟外面的鮑魚 在街市買的那些不同 當然是不同的 街市買的很多是大年鮑魚 就算它真的是南非鮑魚 我講過 因為它會自殘 海鮮 其實理論上真的 有些網友說 你講話嗎 自己上網看看 其實很多東西都真的 如果是個急凍處理得宜 是急凍好吃過新鮮的 好奇妙的 特別是海產 真的很奇妙 好了 說真的 收到你這麼多錢 其實很便宜 我覺得二百九十八 當然是給你這麼多東西 而這隻粉紅包 事實上也是用來做乾包為主 明天大家可以上來 如果訂了 我們會通錢上來拿 如果未訂 因為我會有現貨的 我們會冰硬去 因為冰硬 我們試過沒有影響鮑魚的質素 它的質素 真的吃起來都一樣 那麼好吃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來什麼呢 我們來了鴨舌 我們來了豬手 鳳提根 鳳提根有兩種味 除了清酒那種 不辣的 還有泡椒 我當然覺得泡椒好吃很多 除了辣之外 它是濃味一點 好惹味一點 還有這個鵝腎 我不要記得了 鴨舌就要過百元 好像一百三十幾 一百四十幾 豬手 提根那些全部 一百八十幾 大家去試一下 回去解凍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新的 芥辣八爪魚 黃金魷魚 他們試過殺 很棒 你想想 一公斤 是很大的 二百二十八 開派對 再不然你很喜歡吃 真的解凍之後 將它分開一袋袋 算回去 一次過吃不完 一次過殺一公斤 真的很厲害 你真的是黃金魷魚 最後就是介紹我這隻 帶子刺身 我還未拍照 過去我買了兩個牌子的帶子刺身 其實我們都是選擇什麼呢 帶子刺身很多 都是選擇北海道 說在北海道 日本最北 那條村我現在不記得叫什麼村 因為那條村 不是做其他海產 是專做帶子 所以那些帶子 就是全國出名的 我們那時候的那盒 帶子其實很便宜 外面 在台灣也要賣港幣六百多元 台灣是一個生活水準 相對比較低的國家 我們在香港也賣四百多元 現在我賣這一隻 是同一條村出的 是2S 我之前賣3S 2S 實際上再大顆些 好帥 我試過了 一樣是一公斤裝 但是 我就與時並進 沒有辦法了 我是賣三百五十八元 是比之前便宜的八十元 一公斤 在外面百多元也有 你買外面那些沒問題 我記得我教過你們 記住 刺身帶子 不是說刺身級 是刺身級的 是日本厚生產 是有一個貼紙的 有那張貼紙 其實那張貼紙還要分 那張貼紙是貼紙的 而且是否有得攪 但是你放心 你上來啤梨頻道 你剛才能夠信我啤梨 我們當然會選擇 我一些真的 import 訓日本 和刺身級 外面 我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 一百間 特別是外面 超市好些 如果你去那些壽司店 都不是用刺身級 你實際上也吃不到 是吧 如果喜歡吃市生的朋友 就可以試一下 好了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我們會再去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是忘記了 她明明去過了 awake an earl 又再去 這個地方 雖然去過 都可以再去 因為大 為什麼兩集說得到 那 因為我們要起題 他們經常不明白 我們要起題 阿正就知道 起題是最痛苦的 而且我要知道 你講什麼才能起題 我又未知他講什麼 只是跟我說 今天我會講什麼 一件事 我怎麼起兩節的題 於是我又起了一些題 而那些題 裡面是有內容的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說 我現在先爆料 等他一會 不認識都要馬上上網 第一就是 妙族婦女 是怎樣看性行為 這件事 他們是開放還是保守 要找資料 第二就是 為什麼妙族男人不喜歡玩球 這麼瘋 不是羽毛球籃球 妙族男人不特別喜歡玩球 不喜歡插球 不喜歡的 有命 好了 古術 第六節 究竟是什麼 神秘的古術 妙族的古術 為什麼有多恐怖呢 其實 就不止妙族 不過我沒有辦法 我要寫題 話重取寵 苗疆 其實那些什麼 中國西南部 很多這些 理論上 我們那時候聽 南洋的降頭 都是不多不少 由這邊傳外 但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古術主要是用一些小蟲 據我看的那些 報道 我不認識的 你找個碗 不認識 中間的蟲 南鳳凰一旦 無色無味無氣 你還想到 那 降頭也是從那裡開始 就是從那裡來 很神秘 他又會說一下 這個 姊妹飯節 有一個叫姊妹飯 姊妹當 的節 好嗎 我想他現在要默默在那裡 我下星期三同大一 我現在還在搞 立即和那邊聯絡 怎樣去拿鎖匙 這個樣子 真的很囂張 什麼都還未執行 那辛苦阿正和 阿威卡L 做了這兩次節目 大家記得這兩天 繼續上來買東西 OK 繼續支持啤梨頻道 否則 我這次 否則我真的會為人介紹 裝修我的客戶 遠走馬六甲賊 好 好 我下個禮拜三同大家再見 明天也繼續有節目 OK 拜拜 好